小海绵终于自立门户了 海绵宝宝王在凤林屋正式开议 失去小海绵的谢宝王被迫关门大吉 连能煎肉饼的人都没有 咱说祖传秘方给你是开订的吗 小海绵可是谢宝王的头牌 做的美味谢宝身受干饭人喜爱 都得缩了别人的手指头让别人无处缩了 好吃到趴地人舔小海绵脚面的那种 神竹的名号在笔记宝那也是嘎嘎的 有时候太出名也不是好事 已经有人在背后关美味谢宝叫海绵宝宝宝了 老谢一开始还不信 一份海绵宝宝宝谢谢 这脸打得啪啪的 老张还搁一边夹缸 谢宝王直接改叫海绵宝宝宝得了 旁边宣饭的一听这体意好啊 一堆人他们都举双脚赞成 就老谢自己丹麦愣的扯脖子叫号 尴尬的我脚趾都快抠出一栋别墅 老张讲话了 没有海绵宝宝谢宝王存存啥也不是 把老谢那心扎的一来一来的 干饭人已经开始拥护新主上位 谢老板的脸喇了的能拧出水 得想个招呼把他弄走 我行算了咋不理得合情合理啊 结果老谢看小海绵敦喝的不实处 骗着谢宝王YLD闹鬼 以冤种会影响去鬼效果的理由 缔走了海绵宝宝 谢老板竟然因为忌妒辞退了小海绵 以后烟熟火燎的YLD做谢宝的活 就由老谢亲自掌勺 就不信了 没有小海绵谢宝王还能倒闭咋的 没问题 客人们发现了YLD的秘密 问题的关键 就是做蟹饱的银不对 老蟹也纳闷 明明是照着秘方做的 咋可能味不对呢 最后只好做了个小蟹的纸盒 套在蛙子上 企图骗过大家好继续捞圆子 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 做出来的蟹饱 好不好吃来尝不出来吗 大家误以为是小蟹做的 恨不得吃鞋把子凹里给 也得说好吃 老蟹算是摸头在帮银了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装了 殊不知这一举动 纯是自断财路 软的不行 老蟹只好来硬的 开大勾机的 向往外边挖了一圈豪狗 里边在盗上流损 我看看谁敢走 这帮虎兽好像把老蟹五马分尸 被当成垫子踩得挂了一身材 想不到最后 章鱼哥还补了一刀 另一边小蟹在家带的无敌六寿 晚上呢 做蟹饱的过家家游戏 堪比行走的整容刀 把脚窝捏哟捏哟 变成了章鱼哥 一口气做了一大螺子 结果因为没客人吃 随手放在窗台上 小海绵在凤梨屋 开了海绵宝宝王 那客人乌泱乌泱的 给老张挤的 好像连家门都进不去 原来因为谢宝 飘出了香味 吸引了一帮小海绵的死忠份 瞬间被一扫而恐 直呼还想要 就这样 海绵宝宝宝就死问世 老谢去医院的路上 看到爆满的海绵宝宝王 简直惊呆了 有在外边也餐的 还有在窗口叫快餐的 甚至还有没排上队的 里边都被挤满了 那人可海了去了 小沃已经忙着脚打后脑勺 都没时间收园子 不管是卧室还是厕所 可哪儿都是大钞 小海绵和前老板来了 随手来张园子 给他请大笔一请 老谢刚要走 就被小海绵拦住 对小海绵来说 钱并不重要 就是那次的每个人那伙的 见此的还想让老谢当他老板 甚至白给了他99%的股份 这不从脑挖的有炮吗 外面闹轰的 已经严重影响张鱼哥生活 以吴正乱开店的名义 举报小海绵 海绵宝卧王被关门大喜 最后小绵拖家带口袋 带着金主们再次成为谢网王 老张还以为他们不会回来了 宰里头联邦带跳口吐芬芳 最后射死的 和我们都换个世界生活 老谢也是讲究人 牌匾上这海绵宝卧王 大不大就完事了 这俩送客 官员走好